念佛求生净土 最重要的法门 因为一切善无凡夫 通通都能得生 要记住这一句 不要以为我造了很多很多危业了 恐怕不能我生 那你就真不能我生 为什么呢 你没有信心 这个就是听经文法就重要了 他不听经他不文法 他对这个法门没有透彻的了结 他怀疑 伪罪 所以他不能往生 反过来说 凡是往生的 无论是行善造物往生的 通通通都是依靠阿弥陀佛48元 如果不是依靠弥陀的愿力 你就不可能往生 这是要我们一行投靠阿弥陀佛48元 不要再打往下了 修什么法门 向经上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一向转念 菩提心是什么 真心 切愿 就是菩提心 欧阁大师告诉我们的 我真相信 我一点不怀疑 我发个大愿 我对神没有任何愿望 就修圣经 什么念头 统统放下 你就对了 不要再有妄念了 你有念头 全是妄念 只有这一句佛号 这是真念 这个事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不过这个机会